医院内突然出现假面骑士 对着路人释放手里剑攻击 永梦前来阻止 风魔从背后掏出双剑 与永梦过了几招 随后释放终结技能 召唤出风雷两道旋风 解决了永梦 风魔解除变身状态后 来到病房内 吸引了女孩原香 永梦推开房门 无能咆哮 却被风魔一个耳光打倒在地 原来男人给所有人植入了一种性型病毒 将他们的意识带入到了虚拟世界 在那个世界 人们都失去了原来的记忆 而唯一拥有记忆的 只有身为崩原体的明日纳 另一边 医院内因重病毒而陷入昏迷的人 越来越多 为了搞清一切的源头 院长和贵历史决定 放出被关押的虾脚 虾脚也是不负伦望 很快便找到了线索 的确源头指向这个维守大叔 机械世界的社长 和体位的大部分反派一样 他也想要毁灭世界 地下室内 我们的天才发明家虾脚 针对病毒 研发出了灌梦五牙 可以自由进入虚拟世界 同时还创造出了 可以在游戏里制造游戏的卡带 在他们谈话间 警报突然响起 原来蜂魔找到了这里 看情况不对 虾脚拉上永梦的手 开始绝命逃生 不过很快 他们便被任着军团追上 虾脚变成为 残念骑士迎敌 但是在实力强候的蜂魔面前 他根本没有还手的原地 一旁的小兵抓住机会 扯开车门 映入眼帘的简石帕拉德 原来永梦的肉身 被留在了地下室 而他的意识 也早就有进入了虚拟世界 眼看永梦不在这 蜂魔立刻转动腰带 离开战场 来到了虚拟世界 二话不说 就与永梦大战起来 几个回合下来 还是不分胜负 永梦拿出瞎脚给他的卡带 在别人的游戏里 永梦变成了造物主 只见他随手一挥 就挡住了蜂魔的进攻 转身利用卡带 划出一把不相见的剑 打得蜂魔没有还手能力 永梦抓住时机 划出无数的火箭弹 攻向蜂魔 爆炸过后 蜂魔战败 永梦试图将虚拟世界的人 带回现实 他在胸前 划出一个推进器 将自己带到空中 划下了一个巨大的传送阵 将所有人强制带走 但元香却不受影响 还拒绝了永梦 将他带回现实的邀请 很快 虚拟世界内 只剩下了小女孩一人 他的头上 凭空出现了新的卡带 这时 那个猥瘦大叔出现 他吸收走女孩头顶的卡带 另一边 医生们干击警察的回来 他们盘问蜂魔 为什么这么做 蜂魔向众人坦白 原来那个生患重病的元香 是他的女儿 女儿从出生到现在 他都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为了弥补女孩 成长过程中的缺憾 他创造出了这个游戏 希望可以永远留住女儿的意识 这时 获得全知全弄的反派社长 出现在众人眼前 谎笑着变身成游戏天神 主角团纷纷展开变身 向着BOSS发动进攻 但他们的攻击 在实力强大的游戏天神面前 根本不起作用 他轻轻挥动触手 诺然便被打了解除变身状态 游戏天神释放终结技能 打算带走永梦 关键时刻 虾角和帕拉德 用肉身挡住攻击 爆炸过后 他们双双消失 用自己的生命 限制了游戏天神的能力 面对主角团 反派选择暂避锋芒 医院内 元香已经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刻 永梦和飞彩决定 为他进行手术 而大我和桂丽石 再来到反派男的公司 他们面对的第一关卡 就是风魔和他的忍者小队 大我和桂丽石 变身为假面骑士 朝着对方发动攻击 桂丽石与风魔贴身肉搏 大我提供火力输出 对着风魔展开正义的围殴 紧接着两人同时释放技能 爆炸过后 风魔被打到解除变身状态 但他也成功帮助反派男 渡过了虚热期 反派男挥舞手中的长剑 将两人打飞 随后释放大招 一箭劈了过去 爆炸过后 火焰被尽数吸收 出现在视野中的是 百机形态的飞彩 他单手一挥 便恢复了桂丽石的能量 之后对上反派男 渡大我配合攻击游戏天神 另一边 游梦找上受伤的风魔 使用其主角必备的技能 嘴炮 一顿输出过后 风魔被彻底进化 坐上变成机车的桂丽石 朝着医院出发 来到了原乡的病床前 祈祷他能够苏醒 战场上 反派男释放出强大的威压 仅仅一个瞬间 就消耗尽飞彩和大我的能量 末日终将来临 直接反派探开双手 将帕拉德和瞎角逼出体内 游戏天神恢复了全部力量 重新变成了最终形态 往往到最终时刻 不觉才会闪亮登场 幻梦掏出玩具开挂 在漫天的火花中 展开变身 黄金头皮屑玩家 躲过游戏天神的攻击 跃到空中 一箭砍断反派男的一条触手 不过游戏天神拥有再生的能力 重新长出的手臂 此次咬住无敌玩家 猛地将它摔向一座废弃的大楼 随后自身化作一把大宝剑 带着无敌玩家从楼顶 贯穿到地面 但是作为硬扛过无数大招的男人 这点物理攻击 对于无敌玩家 根本造不成伤害 由梦使用黄金头皮屑进行反击 紧接着召唤出键盘键 一路砍到游戏天神的上方 无敌玩家随手扔掉神器 按下卡带释放终结大招 游戏天神在受到无数攻击后 被彻底打爆 战斗结束 世界再一次亏于和平 元香已终于醒了过来 凯利斗又重新有了新的游戏灵感 而有梦的力量却被创起夺走 下面骑士的中途还将继续